我们在这个世界 要学着样样都知足 样样都随便 不能放下的是金教 除金教之外 统统要放下 为什么 印光大师告诉我们 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 都要从金教入门 这是 释迦牟尼佛在世 为什么讲金教学四十九年 门门都要从这讲 启入 那 净土也不例外 我们对于净土 如果不学金教 也能往生 有善由来劝我们念佛 我们真肯定 也能往生 那个佛报就大了 如果没那么大的佛报 对这个有怀疑 念佛有家产 或者看到其他的法门 好像比我们高 人家就讲的是一番道理 我们怎么讲不出来 这些疑问就障碍你了 很可能障碍你 不能往生 这一生的念佛 给来生后世 做往生的因缘 这一生去不成 如果对这部经典 这部记住 有深度的了解 你信心坚定了 愿心恳切了 没有一丝毫疑惑 我真想到基罗世界去 念之在之 就这一念 欧益大师说的 就决定得神 黎明忠实 一念神念 就决定我神了 一条件统统去除了 与四十八愿 第十八愿 完全相应 但是 这个信 难啊 真难啊 不要以为自己相信 就是真性了 靠不住 我初出家 在台北元山林祭寺 林祭寺有个大护法 林道奇先生 他在银行界服务 是当时林祭寺 念佛会的会长 他发气窍得好 经念得很熟 带领大众念佛 求生监督 大概是我出家三年 他往生了 往生的时候 大家念佛送他 他要大家念观世音菩萨 他要求病好 他不想往生 带领念佛的人 最后不想往生 贪念世界 那是什么发生 听到念佛 他就害怕 他就拒绝 一定要大家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 人到那个时候 才看出 这本来念佛看出来了 一生劝别人念佛 劝别人往生 最后自己 不愿意到极乐世界去 什么原因 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 那个时代 没人想起 诸杰 弥陶金诸杰 虽然很多 未必能看得懂 虽然我们想到 金教真重要 而且要认真学习 开金纪上说得好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不解如来真实义 这个金教对你不起作用 真其作用是 坚定信心 坚定往生的志愿 这个才行 这个才行 那么今现前这个时代 正如李老师所说的 念佛的人 独往生的人 不独 这个原因 我们了解 要想要想往生的人 无量寿金这个诸杰 就得认真详细地来研究 讨论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自己信心 十足 才能感动听众 我们真敢 我们决定不放松 马亚 马亚灾难的语言 我们把它看作一种最好的身上语言 我必须在这一天 完成 我 往生的资粮 这个灾难 真地降临的 我决定的神 客气求证 一样放不下 就是障碍 你只走不了 一样一样放下了 我决定的神